界武林农场之后 现在诺罗病毒也攻陷了游客如智的阿里山了 在春节期间 阿里山宾馆陆续传出有员工家游客 十几个人上吐下泄送医 卫生局化验之后 证实了饭店三名厨师有感染了诺罗病毒 但是民众投诉说 饭店疑似还把这些染病的厨师叫回去上班 因此造成了疫情的扩散 但是业者劝盘否认 阿里山园区内最高档的饭店阿里山宾馆 一碗房价万元起跳 但五星级饭店如今也遭诺罗病毒攻陷 员工们赶紧拿漂白水到处消毒 房间门把餐厅桌椅 通通都要仔细擦拭 宾馆人员不敢调引清新 因为从过年开始 已经陆续有十七人上吐下泄送医 其中三名宾馆除工 证实感染了诺罗病毒 到饭馆之后 我们都有做隔离的隔离的那个 我们有开那个三间客房 给我们员工就是分别隔离 没有让他回宿舍去 台中爆发怒罗病毒感染病例 如今疫情持续扩大 有民众过年期间到阿里山宾馆投诉 住宿期间都在饭店内用餐 结果家族成员 除二十就因为身体不适 下山就医 到卫生室看诊才知道 宾馆厨师之前就因为呕吐腹泻 也到卫生室看诊 但后来疑似因为人手不足 生病的厨师被叫回去上班 被怀疑因此将病毒扩散 隔离做隔离的让他们休息 那甚至于其实好了 我们还是让他们排休 没敢让他们直接上班 业者否认把生病的厨师 叫回饭店上班 并强调只要员工不舒服 就立刻休假隔离 但时间往回推 最早发病的厨师 是在十四号血压飙膏送医 十七号更是出现恶心腹泻等症状 同一时间另外一名厨工也身体不适 十八号和十九号 又陆续有员工和宾馆员工送医 卫生局裁检 确认三名厨工感染诺罗病毒 但到底是不是他们 传染给游客和其他员工 由于发病的十七人 并没有共通食物 而且春节期间 在宾馆用餐的游客有几百人 却只有零星个案出现疑似症状 虽然病员到底为何 现在卫生局要追踪 三名患病厨工发病前的行踪 卫生室他们有发现到 有五位员工就医的时候 就马上通报我们卫生局 那我们马上就派人上去处理 尽管爆发诺罗病毒疫情 但却传出有游客不舒服 挂急诊向饭店反应 业者却推脱 是他们自己在外面吃到 不干净的食物 认为饭店卸责 对此卫生局也要同步调查 记者侯国文包金莹 嘉宇保